32岁特首办新闻主任谭启耀在寓所堕楼身亡 事发在4月4日下午4点 他在3月30日辞职和支付代通资金立即离开 政府新闻署和特首办对他的离世都深表难过 大家好,我是Grenith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都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是免费的 都分享给一些喜欢学英文的朋友 记得按下小鈴 32岁特首办新闻主任谭启耀在寓所堕楼身亡 事发在4月4日下午4点 谭启耀在将军澳景临村景桃楼住所高处堕下 到我在大厦对开的扇棚 他爸爸发现报案 谭启耀当场证实不止 警方在现场没有检莫遗书 初步调查认为事件无可疑 他的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 据了解,死者和父母 姐姐一家四口 在事发现场一个高层单位居住 当时家里有人 谭启耀趁着家人不留意 在客厅推开窗跳楼 谭启耀约在两年前调到特首办 之前在新闻署总部工作 他在3月30日辞职和支付代通资金 立即离开工作崗位 政府新闻署和特首办 政府新闻署和特首办 对他的离世 深感难过 向他的家人质疑慰 政府新闻署 政府新闻署署长也就事件向同事发信 对突然传来的死讯 同事都表现恶言和悲痛 据了解 谭启耀过去两年都是负责一般新闻主任的工作 包括起草新闻署 而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的时候 谭启耀有时都会去到现场协助 过去两年工作情况没有大的转变 谭启耀被人的印象随和 和同事相处融合 近日都没有异常的表现 辞职当日都没有不开心 正常地和同事交代工作 有人问他为什么突然离开 他就说是私人的原因 看回政府新闻署的网页 新闻主任工作范围除了新闻 包括宣传事务 公共关系的工作 薪酬由28至33点 即是58,000多至73,000多 人工都不错的 我们重温一下今天学过的英文词会 特首办公司 特首办新闻主任 重温议 辞职 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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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Services Director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宣傳事務 Publicity 公共關係 Public Relations Public Relations 如果大家都想透過時事學英文 或者多點了解外國傳媒的報導 不要錯過我們的視頻 訂閱和按鈴鐺 下集再見 拜拜